各位觀眾 千萬不要被貧窮限制了你們想像 其實時間真的可以比你想像中昂貴很多 看著這支錶, 三千五百元 十六萬, 一百六十八萬 我這支三百五十萬 你很丟臉 給大家介紹今天的鐘錶達人Gilbert 今天Gilbert準備了很多名錶給我看 不如現在可否教我, 讓我大開眼界 好, 你想看哪一支 拌東西開始吧 好 我想看看那支藍色 因為人們常說藍色拌難拌 藍拌就不值錢, 對吧 這支是否真的不值錢 其實現在藍色的表面是很多人喜歡的 為甚麼, 真是難拌, 真是不值錢 上一代的人可能會比較注重風水 現在新一代的, 年輕一點的人 其實都不會介意藍色的 反而現在藍色的表面是會比較值錢的 其實還有一些材質是PLATINUM 甚麼叫PLATINUM 就是這些, 柏金 這些材質是最貴的, 純天然的 柏金是甚麼, 柏金順正就知道 柏金是甚麼 是一種純天然的物料 英文是PLATINUM 有人經常說Deytona 其實Deytona是… 為甚麼叫Deytona Deytona其實是一個賽車的耐力賽 Deytona的款式 其實是造成那些耐力賽的車手碗錶 剛才Gilbert說了 不同的金屬會影響名錶的價錢 我想問一下除了金屬以外 有沒有甚麼設計或創作的人 令到這款錶有不同的價值 其實我們可以說一下這款 這款是萬年曆 萬年曆, 即是甚麼 一萬年的月曆 其實它是可以很久都… 那些月曆, 因為平時那些錶 每個月30或31日它不一樣 對, 怎樣? 它就要調校到… 可能你那個月只有30 但到了31日 你就要自己調校它 但這些… 即是月29的那些 28、29 月29的那些嗎 28和29有… 甚麼? 4年一次 那套劇是甚麼 月29 但這些萬年曆的手錶 它特別之處就是 可以知道你這個月有多少好 你便可以不用自己整天調校日子 除了這個結構以外 還有甚麼元素令到 這隻錶會再值錢一點呢? 上年新出的 它當時炒到差不多高達180萬 為甚麼它這麼貴? 它是膠錶來的 因為其實它的面… 膠一下膠一下 它的面是隕石面 隕石面? 又怎樣得到 用隕石做的錶的感覺 好像跟外太空一樣 很下兆星的感覺 還有隕石的特別是 因為它每一隻隕石的面 都是不同的 所以每一隻的錶面 真的是隕石來的 每一隻的紋路都不同 它簡直不是說有隕石的成份在裡面 簡直是這個錶面 就是用隕石磨出來 這顆隕石曾經在浩瀚的宇宙裡 然後在那裡飄渺 附近又經過很多不同的行星 就來到我手上 是的 那180萬又好像挺划算的 但現在市場回落也不用這個價錢 現在我想 藏著100萬左右 最特別的指標 這個特別 這個就真的是 剛才多少錢 350萬 是的 現在全身是350萬的這隻錶 這隻錶其實我自己就不太喜歡 說真的 它紫色的感覺 有點斜的感覺 其實喜歡的人就會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覺得這隻錶膠 膠像在那些玩具店會買到的 但因為這隻是 這隻錶有聲音嗎 有 這隻是陀飛輪 其實平時的陀飛輪 一開始最早期 就是中間有一個零件 是用固定的陀飛輪 是 即是整組的陀飛輪 是的 但這些再漂亮一點 新一點的 它就是中空的 你看起來其實是用來 美觀上漂亮一點 你見它可能你動一動它 它在中間移動 你不會遮蓋陀飛輪的美感 看起來就會變得漂亮 即是它跟那些英雄 就是合格的一隻錶 是 所以很多支持者就會喜歡 對, 而且這隻是限量的 限量只有250隻 全世界250隻 對, 全世界250隻 這樣很厲害 對 對, 而且它是頭、手 是人手雕出來的 所以每一隻的樣子都會偏差 所以結論是不同的錶 真的有不同人追捧 有不同的支持者 主要是視乎你會否欣賞 還有欣賞它是哪一部分 作為一個賣錶的人 問清楚這隻錶背後的故事 或者它有甚麼特別 其實我覺得是必須的 因為你買那隻錶之前 真的要很清楚那隻錶背後的故事 你喜歡它是甚麼 而不是因為市場上 它可能很興奮 我覺得始終要自己喜歡 而且不要因為想賺錢 炒的風氣就不太好 其實真的是我人生 第一次買一隻銘錶 即是我送給我爸爸的那隻錶 其實當時我也有很多考量 當然第一件事就是 也很想他退休的時候 送到一份禮物給他 讓他在他的朋友圈之間 開心一下 Gilbert 是否一個很適合銷售名錶 我覺得是 因為一來到 我已經被他那套西裝震懾了 因為一直我都會覺得 錶這些都是炒賣的 原來我看到Gilbert 戴一隻名錶真的可以這麼漂亮 令到我覺得 可能我將來台慶真的需要一隻 這樣的錶去大廈 好像會有